接下来国际焦点来关心俄乌交战一个多月 现在传出要进行新一轮的面对面 跟这样子的和谈吗 更多重点时间交给真容 好 大家午安 全容现场我们持续带您来掌握 现在乌克兰跟俄罗斯最新一轮的面对面和谈 在台湾时间今天下午大约是两点半的时候开始 他们选在这个土耳其伊斯坦堡著名的地标之一 多尔马巴赫切工举行 俄乌双方的谈判车队已经在会谈前夕 陆陆续续抵达了地点 而且门口可以看得出来是非常的戒备森严 那么会谈之前 其实这个东道主土耳其的总统埃尔段 也会跟双方来先会晤 这场会谈预计进行到台湾时间晚间八点 不过多家外媒分析说这一次的和谈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突破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会谈的地点是选在伊斯坦堡著名的地标 多尔马巴赫切工 这是一栋代表厄图曼土耳其帝国的霸权象征 也是土耳其最奢华的欧式宫殿 耗时16年以30万吨的黄金打操而成 再看到就在这个俄乌和谈之际 华尔街日报做出了这样的报道 说这个俄罗斯的富豪阿布拉穆维奇 跟两名的乌克兰谈判代表 3月7号在基辅疑似中毒 不过现在根据CNN跟路透的调查查证之后 报道说这个俄罗斯富豪跟乌克兰谈判代表 生病的原因是环境因素引起的 而不是中毒 而地点也不是在基辅而是在土耳其 但是一开始为什么会有这样中毒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 其实我们带你来回顾 就是因为过去俄罗斯的异议人士 常常传出被下毒的案例 其实最有名的来说就是普丁的政敌纳瓦尼 最近他其实人在狱中 但是又被加强刑期 过去也传出说 在他的贴身异物里头 是被下毒的导致脸部肿胀 还有皮肤泛红的这样的状况 另外还有一个是乌克兰反对派的领袖 尤申科 他现在人是面部有一点毁容 有长出一些毒油的状况 因为传出说他过去的食物还有饮用水 曾经被加入超强的代奥性 导致身体是代谢不掉 所以这样子的毒素是一直跟在他身上 还有这一位也是蛮有名的 俄罗斯的异议分子李维科 曾经说在他的茶水当中 被加入了辐射物质 导致说他中毒身亡 其实这些案例也被怀疑说 可能是跟这一次俄乌会谈 有被下毒的状况 但现在是证明说是因为环境因素 引起的生病情形 不过再来看到的是 俄乌战士陷入胶着 其实之前都有美国的情资指出说 普丁会不会使用核武来取得 一个战事的进展 虽然说普丁他本人都是没有正面的 对此回应的 不过他的亲信也是新闻秘书 客工的发言人佩斯科夫 他接受美国公共电视台专访的时候 他表示说俄军是不会在乌克兰 使用核武的 这是他首次否认 他说俄军是连想都没想过 而佩斯科夫他也进一步来 跟北约喊话表示说 俄罗斯一再的跟北约来警告说 不要再东阔了 不要在俄罗斯边界 部署这个军事设施了 他说俄罗斯是认真的喊话 不要把他们逼到强调 再看到的是南太平洋岛国 所罗门现在表示说 考虑跟中国大陆来进行军事 还有安全上的合作 这当然是引发了美国跟澳洲的不满 所罗门的总理苏加瓦瑞 他首度对安全条约提案表示意见 他认为说各界的反弹是相当无理 所羅門的總理在國會發表演說的時候 批評大國 他說其實國家根本就不在乎太平洋島國 是不是會因為氣候變遷的關係 而淹沒在水中 而他們是把這個區域 當作是西方強權大國的角力後院 他更表示無意捲入地緣政治的權力鬥爭 而也沒有意圖要求 中國大陸在所羅門群島建立軍事基地 但卻被這些大國指控說 是無力管理自己的國家的主權事務 他認為是相當無理的 再關心的是上海疫情 現在持續延燒 當局就宣布說 28號以黃埔江為界 普東普西要分邊的實施封控管理 而民眾除了不能夠隨意進出社區之外 車子也只進不出上海 突如其來的消息也引發民眾恐慌 深怕家中的儲糧不夠 現在也導致說超市出現了民眾搶菜亂象 而對此各大生鮮超市也以大批叫貨 確保物資是供應充足 4月1號才開始實施封控的普西市民 是對政府相當的有信心認為說 物資是絕對充足的不需要緊張 不過大陸的社群媒體上 還是充製著民眾為了搶食物 而在超市大大出手的畫面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今天呢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好這一台呢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都非常的適合